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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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从悬崖般跳下去 从此搁置不起 反正这么多年来 OK 从1964年到现在可能有五六十年了 我们不要看这么多年的故事 我们看一看近十年中国动漫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从下面几组数据我们一起看一看 我截取了一个近几年的数据啊 因为这样子整个还能好看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15年到19年中国动漫的用户人数 也就是说离我们很近的15年到现在也就可能有个五六年时间吧 那个时候中国的动漫人数才只有1.3几亿 即使到了去年19年也才仅仅达到三点几亿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三个多亿啊 这个人不少了 可是我们反过来想想中国有多少亿的人口呢 是吧 就是据不完全统计都是14个亿的人口 所以中国动漫人群在整个的人群当中应该说还是一个小的比重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产值吧 这个产值以前的我们就不看了 看最近一年呢 到19年1941个亿 其实大家可能如果身处在其他很多行业 你就会觉得1900个亿 我们就算它2000亿好吧 2000个亿的产值拿到其他很多行业 真的可能是微不足道 然后而且最搞笑的是你看它的增速 是吧 近几年的增速 竟然不是一个持续增长的 甚至在18年的时候还出现了负增长 就是它整个的增速放缓 应该这么讲 对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动漫电影 那如果我们把电影市场作为一个标杆市场来讲 好 OK 我们看一看 应该说近十年是中国电影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 那么在这十年间动漫跟上队了吗 答案是no 我们可以看到13年的时候是 它在整个票房占比7.53 到了18年 跌到了6.87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整个动画电影 它连跟整个电影的大盘都没有跟上 OK 那这个是看中国动漫 自己和自己比的这样一套数据 我们再来想一想 就中国动漫跟欧美和日本相比 差的可能就不只是数据了 从整个的规模化 头部公司 包括到生产的体制 以及那些知名的IP和IP化的做法上 可能我们都有或多或少 或深或显的差距 OK 我总结下来 我认为一共有三点 是中国动漫跟欧美和日本比起来 应该说最大的三个短板 第一个就是不成规模 其实不成规模这个呢 应该说很多年前 就听过一些国际的友人公司 他们这么说 他们说你们中国呀 或许有的时候 突然间会出现一部不错的动漫作品 然而你们却缺少强的动漫公司 你们没有哪一个可以说持续 不断的能给我们创造优秀作品的动漫公司 OK 想一想 好像确实如此 那可能大家又反问一个问题说 那一个所谓强大的头部公司 对这个行业影响大吗 OK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 做动画片很厉害的工作室 叫皮克斯 皮克斯工作室 就如果没有对这个名字 有点陌生的人 我说几个他的作品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 寻梦环游记 是吧 号称叫做电影院哭泣杀手 就是凡是看那个动画片的 可能如果你没有拿出纸巾擦 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 不是 这个比较冷血一点 对 当时我听到Remember me的时候 我也受不了 对 在此之前 他还 这个公司还做过像飞舞环游记呀 包括之前的机器人总动员 玩具总动员等等所有总动员 OK 就是这么强的一家公司 大家知道吗 他几次濒临破产 破产是什么意思 经营不下去了 公司要倒闭了 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能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 但是他为什么养活不了自己 这就是他作为一家工作室体量的公司 他在面对无偿的市场环境下 他是非常的无力的 那事情在什么时候遇到转机了 就是迪士尼收购他了 迪士尼收购之后的皮克斯 可以说是一飞冲天 从此之后那些有能力 也有热情的创作者们 导演们 老师们 可以专心的去讲好他们的故事 去画好他们的故事 所有的商业化 所有后续的事情 交给迪士尼 这个庞大的平台 这个全世界最头部的文化娱乐公司 所以说其实一家头部公司 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的 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点点数字上的产值 它甚至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行业 去打造良好的生态 那好 OK 规模之后 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的这种 生产机制上 好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大家会觉得说 生产机制 这个东西有那么关键吗 我想说 其实大家经常会说 中国电影什么时候 才能步入工业化 这个所谓的工业化 也是一个生产 跟生产机制有关的一个问题 那OK呢 说到动漫 它到底它的工业化在哪里 而中国处在哪里 我这里先抛两个 可能会有点陌生的概念 一个叫做制作人委员会 一个叫版权委员会 OK那这两个委员会 它到底对制作的干预有多深 或者说能创造多大的影响 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 举一个好一点的例子 那个让我有点觉得 遗憾的例子吧 就是前些年有一部 很出名的 也很棒的动画作品 一会我也会分享 叫《大声归来》 那《大声归来》一切都很好 故事也到了非常燃情的点的时候 突然一首飞得更高响出来 就你当时会不会觉得有点粗戏 我觉得那个时候哪怕来一首 就是悟空我可能也能接受 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问题呢 是因为它的制作体制 它是到整个全篇都做完了之后 拿着一个玩篇找音乐老师 甚至是音乐的外包团队 说OK你给我随便做点音乐进来吧 而且是版权便宜的 那这么可以说明 飞得更高这首歌可能版权不贵 所以这么来讲 其实你就知道这种感觉 其实带来的最后的体验不完整 它可能在某些环节是瑕疵 那我们再来说说 版权远会机制做得好了 说一个很老的动画电影吧 这个可能大家都看过 就是《千语千询》 《千语千询》的这部动画作品 是由龚崎俊老师和他背后的制作团队 然后他们在一开始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当时有个故事大纲 然后他就找到了 东京的电视台 那电视台他就愿意参与到 这个项目的发行过程当中 同时他也找到了 其他围绕创作这个作品 所有所必须的 那个环节上的工作 当然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 大家知道谁吧 九十郎先生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 在《千语千询》当中 我们听到了那些优美的旋律 同时我们也在那些优美的旋律当中 看到了我们心中的《千语千询》 这就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 没有一个先进的体制 就没有办法保证一个高效 其稳定的产能 OK 我们再来说说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没有IP化的路径 大家可能会觉得 IP这个东西 它对于动漫有多么重要 这个多么到底是 怎么量化的一个概念 还是用一组数字吧 去年迪士尼出了一部动画电影 叫《冰雪奇缘》 全球票房可能是 九点几个亿美元吧 那如果我们单纯从影像来讲 它的内容收入就是 九点几个亿美元 OK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字 它的商业化开发 授权 衍生 文创产品 玩具 所有加息是多少 全球三十几个亿美元 是不是远远高于 影像本身带来的收入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 我给这样一个说法 大家看认不认同 就是其实这个动画电影 相当于是它后面 所有产品的广告片 而所有的观众 还花钱去看了它的广告 看完了之后就去消费了 其实这就是IP化 在整个动漫 甚至不止于动漫的内容产业当中 能发挥出它的价值 因为它能构造一个极其完整 并且极其有穿透性的商业场景 好 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 中国跟欧美啊 跟日本啊 包括跟自己比的一些差距和不足 但是我还是想说 在这十年来 依然有那么多中国的动漫人 他们用心做了作品 并且用作品给了我们信心 和感动着我们 这里因为时间原因 我不会一一讲 我想挑几个代表性的作品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我觉得也是必须要讲的 就是三大系列 三大系列都出自同一个公司 柴条屋 那三大当中 第一个能够给我们 等于说拉回到 有信心的那个年代的 就是大胜贵来 因为大胜贵来 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啊 能够票房超过五个亿人民币的动画电影 在那之前 中国的动画电影 应该在整个票房上 不会有超过五千万的 就直到他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叫什么 大胜贵来 他贵来的不只是大胜 同时是中国的超级英雄 以及中国动画人的信心 当然他背后这个故事也挺曲折的 他导演叫田小鹏 田小鹏之前就做过类似的题材 他之前给央视做过一版 西游记的动画片 就是那个白龙马 是超西的那一版 他做完了那个之后 他就跟西游结缘了 他当时就在想 为什么超级英雄只有MARO 一提到钢铁侠 美国队长 然后有DC的是吧 是超人啊 而中国人自己的精神领袖 是谁 中国人自己的英雄是谁 中国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谁能在第一时间站到那里说 我来保护你们 所以他就很想打造一个 中国的英雄角色 搬到大荧幕上 他用了八年时间 几乎倾尽所有 到电影上映的前一刻 他还存在着很多的变数 各位这么说 当时他的排片非常差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电影 相信一部动画作品 会有多少的票房 然而他确实靠着这些 认可他 喜欢他 和想要支持他的观众 为他搬回一层 最后愿先给他加排片 才有了最后 接近十个亿的票房结果 然后再来看看 三大的第二大 大月海棠 其实大月海棠这部作品 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中国动画电影 美学的巅峰了 可能很多人诟病它的故事 故事部分我不讲 我不详细来讲它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部作品 其实是中国在制作机制上 最接近制作人委员会机制的 因为他在做这个作品之前 导演张春 张春导演在做这个作品之前 他就想好了 他做这个作品 所需要的所有的人 和所有的公司 所以我们能看到 他请了全中国最顶级的美术老师 和全亚洲最顶级的音乐老师 当然略微遗憾的是 他的音乐老师是日本人 吉田杰老师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他的出色和优秀 三大的最后一大 这个大内容不能讲 因为它确实有一些特殊性 但是时间推到后面的五年 十年甚至十五年 不管谁说到中国动画电影 他都一定会在里面 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独一无二 他是中国第一部 主动评级的动画电影 甚至也是说 中国第一部主动评级的电影 PJ13嘛 就可以基本理解为 13岁以下不建议收割 不建议观看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一部动画电影 他做了超出动画 能够去讲述的故事 OK 可能也有人说 你光说动画电影 动画明明就是二人的 他有动画电影 也有动画番剧 OK 那日本的番剧很强 中国是否有自己的番剧 我其实很欣喜地说 近十年来 他就是有那些不pass 和不任命的人在坚持 这个作品可能熟悉的人知道 他叫画江湖 那他是我好朋友公司画的 就是北京若森 画这个画江湖的总编剧 也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关心 很多年前真是他 十几年了吧 当时他们那个时候 还没有叫公司 只是个工作室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做了 在画江湖之前的那个故事 叫霞兰 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 什么3D制作动画 他们做了 然后上了央视的 那个少尔频道 然后被全中国的动漫粉丝 骂的就是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看那些评论了 说哇这个3D做的好假 我这个不忍入目 说这个哪里有美感什么东西的 就是当时真的 我那时候我还专门 飞到北京去安慰他 我说哎我不要多想 我还要坚持啊 还是要坚持做了 其实我内心是安慰的 但是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都这么安慰我 可能我确实难受了 你都觉得不好吗 我说还可以 还可以啊 对 当然我很欣喜的是 看到他们后面 做错了画江湖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然后从不良人 做到背墨亭 做到领主 做到幻世门生 是吧 他一点一点在进步 今天谁还能说 他这个3D效果不够好 不能了吧 因为他去年拿了金鸡啊 他们出的动画电影 《风雨》之后 就拿了金鸡的美术奖啊 是吧 谁还能说他不够好 那当然其实提到了 这个画江湖啊 就不得不提他的 一直跟他打了十几年的作品 《秦始明月》 来自另外一家出色的公司 杭州的玄机网络 这部作品 其实他讲述了春秋战国后面的一个故事 就我会觉得 把那一个时代通过动漫搬到今天 真的是教育孩子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途径和一个方式 最后啊 给大家再分享最后一组的案例就是 这两年的嘛 哪吒和江泽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情啊 就哪吒和江泽很多人会把他们俩串在一起看 所以觉得 哎呀 为什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其实我要说明 这是完全独立的两部电影 只是它没有同一个出品方 两个剧本创作的时候 甚至是江子牙的剧本先创作 哪吒的剧本后创作 所以你会在两个电影当中都看到深空报 完全不同的两个深空报 OK我们先说说哪吒这部电影 就是它的好 我们已经不用说了 因为五十几个亿的票房已经代替了所有语言 是吧 它是中国影史的第二名 那我们说说它哪一点 是它特别闪光的 我认为就是跟时代接轨 与时俱进 其实它讲了一个很传统的故事 我们甚至很小的时候都听过 连小时候我记得评书都讲过这个故事 讲到关键的要自吻的时候 哎 下回分解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它今天讲竟然还让人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它重构了这个故事 我举一个点状事情啊 就里面有个角色 就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这个角色叫李静 其实以前故事里的李静 是什么样的角色 顽固守旧 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有些苛刻吧 然而我们去年看到的 那个哪吒里的李静是怎样的 我觉得就一句话吧 爱子如命 他甚至要用自己的生命 去救他的孩子 去救哪吒 我觉得那一刻 这个价值观 符合今天所有孩子心中 对父亲的幻想 也符合所有家长 对自己孩子单纯地保护他欲望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哪吒 能够战胜自己体内的那个魔性 我想一半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另外一半是靠父母 始终如一 从没有改变过的爱 OK 我们再来说江子牙 这个作品呢 反正上映之前饱受期待 上映之后就一直被诟病啊 其实关于江子牙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下档之后 大家可以去看两遍或三遍的动画电影 它还是有很多东西装在这个故事里面 至少他喊出了那句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我认为这句话 不是那么容易能在影像作品中说出来的 对 而且这部作品所承载的 应该是五年或十年后 中国动画拍出越来越多 中国自己的英雄角色之后 他们回头都会致敬的一部动画电影 就正如这部电影里说的这句话一样 其实它告诉了所有动画电影 用你自己的方式 去成为一个真正的 其实还有很多作品我们没有讲啊 包括说《无里头热血》的《自客567》 包括今年我特别喜欢的 《水墨风》的《阮曼》《雾山五行》 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 就我们看到这么多中国优秀的动漫作品再出来 这时候如果那位国外的友人再跟我说 哎 曹老师 你们中国没有强的动漫公司 我可能真的会直接地打断他的话 说no you're wrong 我们有 而且不值一家 就例如那个生产了三大系列 哪吒 江子牙的彩条屋 包括做了《华江湖》的《北京若森》 做了《秦氏明月》的《杭州玄机》 包括做了《白蛇缘起》的《追光》等等等等 今天的中国动漫真的有在改变 今天的国产动漫 它同样承载了用户的期待 你会在B站 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 中国的粉丝在催更自己的动漫 同时我们也很庆幸的是 今天中国动漫的市场氛围也变好了 那这个氛围要感谢那些 切而不捨的平台 几年前我们经常嘲笑一个站叫小破站 今天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有名字的 它叫Bilibili 对吧 以前别人说 哎 你打开手机看好吗 我看幼爱腾 他说你看什么 我看B站 大家看你的眼光不善良 今天你可能 他说你看什么 幼爱腾 然后你看什么 看B站 你会很自豪 因为今天B站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后浪 是吧 别人问我 曹老师你平时看什么 有的时候为了规避一些年龄话题 我也说我B站 而且我还特别强调一下正式会员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B站的正式会员不那么容易啊 要达一百道题的 是吧 所以其实我很庆幸中国有这些平台 它坚持了 并且他们用自己不可能的可能 创造了中国动漫未来更大的可能 对 回到今天的话题啊 其实今天的问题是 中国的动漫是否已经踏上崛起之路 我认为如果说这个崛起是指三巅的话 我认为没有 当然我也更希望中国的动漫一直处在三腰 一直有向上攀登的力量 一直keep moving 一直坚持要去往前走 因为一直在路上 就是中国动漫最好的状态 好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